為了工作買衣服 而且我每一件衣服 都可以幫我賺錢啊 這個是新衣服嗎 這套是新衣服嗎 你不會聊天,你先轉過去 等一下,我要平反一下 因為男生覺得好看 他可能就是稍微露一點 或是性感一點 但他看不懂這種有質感的衣服 所以我們不要跟他提交 抱歉,你現在很有質感的衣服啊 質感這兩個字,我要提議 有質感這兩個字,有問題哦 對啊,靈魂還是浪漫 質感這兩個字 你還好一直說人家 你上這件毛衣穿了幾年了 你好一直穿個POLO衫上節目 他本來就這個顏色好不好 沒有,你看男生就這樣 他穿得很素,可以被原諒 我們女生穿得不夠肉 就覺得我們不夠敬業吧 可是我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女生 其實很多商家是可以用借的 不一定要用買的 因為用借成本真的太大 用買的成本真的太大 可是重點是 你要想像我們的型 又不是很日韓,很日韓系 所以如果我們去拿贊助的話 那衣服在我身上很奇怪 不是你們,只有你 對 小良哥,你說的什麼意思 好,對,我承認 就是有贊助來 我都沒有辦法穿 就是女明星真的得花 比一般女生多的錢 真的 因為買衣服這件事情 真的是我們沒辦法控制的 它算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比如說包包啊 或者是那些什麼收集娃娃 這些東西真的是可以 能越少越好 包包不是在限度內 那為什麼男生要 那為什麼男生一定要花錢 買車或改車 對啊,買手禮啊 包包,你載你嗎 誰要你載啊 很奇怪,你看我們 那個摩托車或是青山 可以載你 還可以,就是帶你收集娃娃 還能收什麼 那為什麼車要改 你的,安全性 對,什麼安全性 你有沒有想過你那冰 那什麼大條狀態現在要開了 好可怕哦 不是啊 那排氣管只會大聲還能幹嘛 對啊 那個車的穩定度不一樣 什麼穩定度不一樣 坐腳屁股還不是麻掉 那個聲音對不對 對,那是不一樣的 半夜擾人輕弄有什麼好的 但是我是接待了 女生這一代的問題 不用說圓圓圈好了 譬如說我之前的女朋友 我知道女生很在意買衣服 但是呢,也不能薪水 就是月資都花工工吧 對 你看呢,問題是呢 如果他就是賺錢的能力 但是有些女生未來衣服 就買衣服就是薪水花工工 然後呢,重點是 我剛到那時候住在一起 那就是還有電費、水費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房租費 都是我付的嘛 算個還好 但是呢,就是吃飯 而且就是我那時候 就是也沒有賺了很多錢 那就是一個女生 沒有錢 那一定會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啊 譬如說你剛剛賣娃娃 你會是不是很高興 當然高興 對 那你會高興多久 高興 而且,真的 我說真的 每輩子每天 每天都這麼高興 你是病了吧 你們聽我說 因為我的娃娃 每一支都有名字 所以到現在晚上 每天我要睡覺 我都會演戲 就把它們拿起來玩完玩 然後我覺得很好笑 我才會想要說 那已經過了多少時間 過了多久 你這樣子的症狀大概多久了 大概兩、三年有了 對 兩、三年了 可是這樣子不完畢嗎 還有你會每天每天高興多久 大概十一年、二十年多久 我到老都會高興 你連續性的問題 到底還有幾個 對 那你現在可以說 你說你現在看到他們 你很開心 對 對不對 很開心 你有這麼多好開心 對 那為什麼還要買 因為還是不夠啊 你不是已經夠了嗎 你這樣子好開心 對 那你買一支新的 竟然你就會感覺 這個家族他又壯大了 真的很花心耶 你的娃娃多可憐啊 哪有花心 我每一支都很愛 哪像你們啊 找不一樣的女生 還不是每一個都不愛 每一個都愛啊 每一個都愛 因為你很喜歡 跟那些娃娃講話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要把他們賣掉 沒有要賣掉 這樣子 因為... 去哪裡 請問 住醫院 誰會跟娃娃聊天耶 你知道嗎 把買娃娃的錢 拿來付醫藥費 對 你這樣看 曾經娃娃聊天 曾經我的男朋友就跟我講說 他就警告我 他說如果你敢再買娃娃回家的話 我就把它丟掉 我就說 你現在給我滾 送我家,你給我滾 但是羽柔 你有找到一個男朋友 是可以接受 你有這樣嗜好的嗎 有 而且他們還會覺得很可愛 說你可以再買什麼顏色 然後他還會幫我 把娃娃分類然後排好 所以那男朋友是... 對啊 你這樣重重認識 你們不准這樣哦 我覺得跟娃娃講話的人好詭異哦 好像鬼騙人會看到了 寶貝出來的時候 我一定買一打給你 不用,真的不用 嚇死了 而且我跟你講 他是長成滿的 他對小孩子不會過敏 我們來聽貝童童的故事 沒有 沒有,我覺得就是 回歸到女明星買衣服的問題 因為我另外一個工作 就是兒童台的姐姐 我需要很多 大量的蝴蝶結的髮飾 所以我就覺得蝴蝶結很可愛 我每次看到那種髮飾店 有蝴蝶結 我就很想衝進去 但我就立即被拉走 因為他... 他到後來 他就是完全不讓我買蝴蝶結 他覺得 你都一個... 這麼一個年紀的女生了 你還要再買蝴蝶結 你不覺得很羞恥嗎 那我覺得你男朋友很不懂事 因為你是為了工作啊 是不是為了工作啊 一個蝴蝶結能花多少錢 一個才五十塊而已 三十塊、五十塊 你們都是這樣子講 請問你... 那些演藝圈的女生 滿多的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交換 我們每個人有規定顏色的 是這樣的 我覺得買很多衣服 我可以理解 因為你們需要每次上節目 讓大家有新鮮感 但是我不懂 為什麼女生 一直要買名牌包包 因為包包是一個... 功能性的東西 你... 你買一個可能一千塊的包包 你樣裝了下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花可能十幾萬 二十幾萬 你們有本事以後 東西就不要丟在女生包包裡 不是啊 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要... 一定要買BMW 沒有...你先不要反問 你先回答那個問題 為什麼要買... 名牌包的問題 月姐同意回答 因為名牌包 你... 他賣掉可以賺錢 要賣掉 原來是這個邏輯啊 好,投資 但是很多女生... 好,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因為名牌包 它的紙都是真皮的 它非常耐用 你剛剛說很耐用 很耐用啊 那很耐用 為什麼要買那麼多呢 因為我跟你講 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大小... 因為大小不一樣 對 像今天我要裝東西裝多一點 我就要買大一點 好啊 最多三隻就可以處理了吧 差不多了 三個包 當然不行啊 他說大中小的意思 當然不行 因為你們的衣服要顏色啊 你的衣服也不可能 只有三件顏色啊 對啊 我們沒有再加你衣服 現在再加包包 因為包包對女生來講 就是一個搭配的公司 包包就跟你們現在... 黑色不還色 等一下 如果用這種想法了 我們來買車的話 我們要買幾台車 等一下,你聽我講 買包包就跟你們男生 他買鞋一樣 因為他一定要配衣服 對 如果你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男生根本不會看你 你帶什麼包包 如果你是很漂亮 你帶一個很便宜的包包 大家還是會覺得你很漂亮 如果你很醜 你帶一個很漂亮的包包 大家還是覺得你很醜 根本沒有差 對啊 你怎麼那麼兇啊 你... 等一下,你可以回答馬丁的問題嗎 馬丁什麼問題 你賣過幾個包包 我不知道現在還沒有賣 我想要讓他賣 繼續生產 對 這是重點哦 為什麼不賣 我才剛買好不好 我賣過很多包包 大概五年前買了一個薄金包 那時候買二十三萬 然後那個包包 人家已經用了十年了 我是買二手的 然後我是那一年很下心來 想要送我自己的生日禮物 我用了三年之後 賺兩萬 各位 兩年賺多少 兩萬嗎 兩年賺兩萬 請問你車子有辦法賣出來 還賺錢嗎 其實已經把他兩萬給吃掉了 所以他根本沒有賺 男生買車好 男生買車 一落車 好,先聽我們講 車子是安全 生命只有一條 生命經不起一個狀 所以車一定要買好一點的 各位,對不對 對 對,而且包包 好善意 包包也代表一個女人的地位 真的 除非今天這個包包 可以擋子彈 一百萬我也買 但是我並不是說 如果你賺的錢少 你還花這麼多錢去買 如果你的金錢運用得當 你每個人有存錢 我存錢存了 就買了一個精品包 不為過吧 真的 真的 婚後你也是把你的錢拿去存 沒有錯 我現在一憑如喜 我結婚之後 我的皮包永遠都只剩下五千塊 五千哦 五千多久 不是每天給五千 是永遠 永遠五千 最多 然後我如果今天花了一千塊 我要如何補回那一千塊 就要拿發票 實報實銷 拿發票一千塊回去 才能夠再拿一千塊回來 如果你每天都花一千塊 你一個天是三萬啊 其實我一天花不到一千塊 因為我們男生其實沒有什麼花費 沒有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會去買包包 所以花不到什麼錢 頂端吃個飯加個油嘛 吃個飯加個油 加油也是會一個禮拜多 才加一次而已 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 買精品是這樣 我如果今天買了一個精品 我可以用十年、二十年 比我去買一個當季 非常流行的包 我可能花了五、六萬 但我到時候賣不到五千塊 其實會虧很多 可是我們家有一個 Nike的包包也用了十五年了 也沒有賣掉 我也有包包用了二十年 我現在還在背啊 我那個也還在背 對,我當時候買三千塊 我現在還在背 所以說為什麼買到十幾萬 二十萬 不是,你也要為我們女生想像 像我們有時候出席活動 我們穿著要漂亮漂亮的那種禮服 我們總不可以拿一個Nike去弄包吧 對啊 那你看 真的嗎 自己賺錢自己花 男人情別管太多 之前我為了打掃 因為我是個好女人嘛 我要買一個很好的吸塵器 但是吸塵器呢 如果不好用 它會糾結毛髮 就可能幾千塊 所以我就決定要買一個 一萬九的吸塵器 然後我前男友就說 不要買那個啊 買那麼貴 我就覺得 我自己賺 也要買好一點的 不行嗎 打掃 是不是也在打掃嗎 所以男生拜託 不要再管我們 花錢了好不好 我們是花自己的錢耶